再更进一步把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神圣的教育 有我们宗教脱开性量 我爱自己的宗教 我也爱所有一切宗教 我要学习我的经典 我也应该学习所有宗教经典 接触之后我发现了 宗教真的是一家 宗教的核心确确实实 就是仁慈不爱 没有一个宗教了 不是把这一句话当作核心 只有仁慈不爱的这种心肠 再加上神圣的加持 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 如果有机会 像我们上一次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做的这次活动 那个影响就更大 今年既然灾难这么多 那第一种事情值得做 应该做 有必要的认真的去做 这是好事 宗教里面都叫人做好事 能够帮助全世界 化解在哪 纵然不能化解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紧轻在哪 这是决定可以做得到的 全世界人都受益 好事 好事 无过于这一桩 大好事 所以我要鼓励同学们 你们这么样的仁慈 有这么好的爱心 应该去做 我们年龄虽然大了 心有余而立不住 我们欢喜 我们赞叹 我们也尽一点 民伯的力量 来帮助大家 社会 要真正落实到和谐 安定 兴亡 要从教育下说 祈祷 是治标 不是治本 根本 是人心 如何能够转变 像美国 布莱登博士所说的 人人都能够觉悟 气握 阳山 盖邪归正 端正 心念 这是治本 标本兼职 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就认真 努力的 把宗教教育 做出来 把宗教教育 发愿广大 每一个宗教 常年不断地 讲经教训 教训